为了促进学校之间的交流 并且鼓励学子们阅读的好习惯 彰化室南兴国小 在新兴兴公益平台的媒介之下 捐赠340本书籍给普里镇南光国小 希望借由这样的交流 能够丰富南光国小的藏书 让南光国小即将完成的社区共读站 未来能够提供给学生更丰富的书籍来阅读 那因为我们南光国小的图书室 现在目前准备要新建我们的社区共读站 会有新的图书室来落成 为了让我们的新的图书室里面的图书 能够更加的充实 那南兴国小知道我们的需求 就把他们学校图书的资源也分享给我们 南兴国小校长柯伯如表示 透过阅读可以打开孩子们认识世界的大门 并且因应新课纲共好的精神 希望将学校的一些好书 分享到偏向学校 让孩子们一起来阅读 我们都觉得透过阅读可以打开孩子认识世界的大门 然后下午我们会到南投县的台南国小 一样捐赠三四百本的好书 就从去年开始 我们已经送书到南投县的风秋国小 还有心意国小 然后我们也送书到彰化县的玉华国小 108课纲里面强调所谓共好 目前我们彰化是南兴国小 我们有一个成品风格的图书馆 然后我们里面的长书也都很多 我们希望将南兴国小这样的好书 能够分享给更多偏向的孩子去阅读 现议员林芳宇感谢彰化市南兴国小的用心 能够捐赠书籍 让孩子们学习更多元的知识 也鼓励南光国小的学子们 暑假期间也能够多利用这些书籍 让暑假因为阅读更加丰富 做实质的书的这一个交流 也不浪费这些书本 其实可以让同学们吸收更多 更多元的这些知识 也希望借由这一个书本的交流 同时学校跟学校的学童交流 也是可以互相的互动 也希望说他们在暑假当中 这些书本的借阅力能够提高 能够让小朋友过一个充实的暑假 有道是书中自有黄金屋 同学们赶快来找我们书中的黄金吧 副一长拍拳肯定彰化市南兴国小的用心 也鼓励南光国小的学生 也能够好好利用这些书籍 让阅读能够打开眼界 帮助自我的成长 记者成为伊普里采访报导